迪斯尼加曼改剧《Moving E能子》开播以来就在海内外收获高人气 近日原作漫画的作者兼电视剧编剧《江草》出演网络节目《文明特辑》 分享了选角赵云成、韩孝舟的故事并透露会有大家想看到的结局 而且还提及了第二季的可能性真的太让人期待 《Moving E能》开播以来讨论度持续飙升并刷新收看记录 故事也即将进入大高潮 一二代艺能者将在萧原对抗潜伏多时 与来自北韩的朝鲜艺能者展开最后的大决战 随着本周即将迎来完结 官方近日释出终局海报《全员气场全开》 《Moving E能》剧情讲述隐藏超能力生活于现在的孩子们 与隐藏过去痛苦秘密的父母们 双方共同面对跨越世代的巨大危险的超能力动作英雄故事 经过前几集的细腻铺陈 一代艺能者金豆芝、赵银成是、李美贤、韩孝舟是、张朱元柳成龙是等过往的故事逐渐明朗 之后剧情回到现代 早已退隐的异能者们为了拯救儿女 将会对上一群各自神怀绝技的朝鲜异能者 迪斯尼家在官方公开最新的《终局海报》上 出现了为了珍贵的东西 无论何时都赌上了生命的标语 以及面临最后决战的主角们坚决的模样 包括三名特工柳成龙、韩孝舟、赵银成 一击在新一级强势登场的朝鲜军官调戏巡、朝鲜气力者梁东根 还有高中三人帮李正和、高允珍、金杜勋和车泰炫 金成军、金锡元都露出了悲壮的表情 另外,安启部核心势力文盛景和金信录也出现在海报上 在最新几集的故事中 剧情不仅揭晓二代艺能者所属学校金元高中背后的阴谋 也将以校园作为最后大决战的舞台 拥有敏锐无感的李美仙将脱下眼镜 与杀手展开厮杀对决 张朱元则终于发现这座校园并不平静 特地前往校园拯救女儿 此外,还有前一集才正式登场的怪力异能者傻瓜李财满金成军 是,听闻儿子遭受欺负 也奋不顾身出发拯救 最后更暗示小时多年的金斗之 似乎不会缺席这场战斗中 全剧最激烈的华丽大战一触即发 挪文艺能即将在9月20日迎接大结局 最后的第18到20机会在当天一次放出 到底这场英雄战事将如何画下句点 让艺能者们陆续被美国北韩追杀的背后真相是什么 我们又是否能等到金斗之回归 一家三口大团圆 凭借细腻的感情叙事和热血动作场景 不负众望地拿下Disney加多个国家的榜首 搞水平的制作受到海内外观众的称赞 其实该剧是改编自韩国同名网曼作品 且由漫画原作家本人江草直笔电视剧的剧本 被封为神还院的漫画改编戏剧 众多经典场景都有拍出来 不过Movie异能其实是江草第二部超能力者的作品 他的韩国超能力世界观很复杂 所有漫画系列的人物会互相客串 且被视为超能力者最终化的Hidden至今还没化 金英卓突然在Movie中登场 释放了太多的信息 引起了观众的关注 在第十六集中揭开了金远高中老师崔日焕的过去故事 崔日焕是国情院的成员假班老师 成为金凤熙、张喜秀和李强勋的班主任 甚差拥有超能力的孩子们 在回忆中金永卓突然出现 吸引了崔日焕的注意 崔日焕问他是否要转学 提醒他高三应该专注于学业 金永卓弹记收指 时间停止 然后再次弹指 时间恢复流动 金永卓是蒋草的漫画Timing 《史记》中的主角 他在原作中 曾与Moving的异能者在Bridge中合作 扩展了Moving的世界观 金永卓的登场 引发了观众对Moving第二季的期待 Moving漫画结尾中 妈妈带着缝隙心隐藏身份 搬到了一个小区的顶楼房子 等待斗志找到他们 爸爸斗志回来 但不知道如何找到妻儿 于是在城市的最高处等待 等待着儿子凤熙飞起来的那一刻 直至到另一部漫画作品Bridge的结尾才有交代 并且Moving漫画的结局中 喜秀和凤熙分开了 因为美贤带着凤熙离开 再一次隐藏身份 这对小情人最终被迫分开 班长结局 班长李强勋因为爸爸在早年为了保护家人 而留下了犯罪记录 为了喜情爸爸的冤屈 最终加入了安器局 又因为他想要证明给爸爸看 而亲信了别人 做了一些愚蠢的事情后 陷入了强烈的自我怀疑 若有第二季剧情会交代他如何走出黑暗 找回自己 而帮助他走出困境的大功劳人物 将会使他暗恋的女孩喜秀 当然这些与蒋草编剧提到的 让人想看到的结局有着不小的出入 肯定在影视剧结局进行了不小的改编 近日编剧蒋草出演SBS网络节目文明特辑 分享了当初邀请赵英成 韩啸舟出演时的背后故事 蒋草表示赵英成和韩啸舟的组合太美好了 我们编剧大人也是异能夫妻的CP粉 还有网友打趣 如果看原作漫画的话 可能无法说出 美贤看到斗志资料时讲的那剧长得真帅啊 但如果把角色套入赵英成和韩啸舟的话 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对此蒋草也透露 其实漫画里原本没有这句台词的 是因为赵英成演了所以才改的 蒋草之前曾表示moving艺能会有不同于漫画的结局 这次在节目中也被问到此事 他应主持人的要求小小剧透 三个故事一次性出现 这三个都是直线故事 会很有趣 和原作在某个部分上有着不同的结尾 也会出现观众们希望看到的大结局 另外据罕媒报道 Disney家计划租下首尔某电影院 邀请支持moving艺能的粉丝们 与演员们一起收看大结局 除了赵英成为拍摄电影后 从8月开始一直停留在海外 以及部分演员因海外及拍摄日程无法起来之外 其他主演们都为了出席而正在调整日程 安斯坦Bridge后续发展moving 一能第二季有没有 moving第二季目前尚未确定正式的发布日期 但可能会在未来宣布 截至撰写本文时 moving尚未正式获得第二季的续定 然而蒋草曾在访问中提及 有没有第二季取决于moving的票房是可成功 moving在首个七天内 成为了迪斯尼加全球和Hallu 在美国最受欢迎的韩国原创剧集 加上粉丝们非常喜爱这部剧集 该剧甚至在烂西红柿网站上 拥有97%的观众评分 而且作者姜草在原作中也有续集作品 因此很大机会会有第二季 在漫画中Bridge is moving 异能的续集扩展其世界观 所以相信如迪斯尼加会拍续集的话 剧情发展很大机会是Bridge 另外还有作者曾宣布在2019年推出的Hidden 虽然至今还未推出 但很大可能成为第三季剧情发展 Bridge将会讲述缝隙 张喜秀和李强勋毕业后 一集对于超能力运用的选择 即自我成长 他们将面对新的敌人 新的挑战 他们都会發展 优优独播让 Ol廙